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臨近 根據最新民調 香港年輕一代 自認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只有3.1% 創下九七回歸以來的新低 而香港後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日前接受新華社訪問 提出要從幼兒階段開始培養 我是中國人的概念 讓這一話題又再度引發討論 6月21號 香港大學名義研究 名言計畫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 受訪的1004名香港市民 自認為廣義中國人的整體比率約在35% 较上一次調查上升1% 自認是廣義香港人的整體比率為63% 也與上一次接近 但其中18到29歲的香港青年 自認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只有3.1% 较上次調查的13.3%急跌10% 同時也是回歸以來最低 93.7%自認是廣義香港人 比上次調查高出10% 而在1997年時 這一比例是68% 港大名言計畫總監鍾廷耀在臉書發文說 在回歸20週年前夕 市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程度也在下降 整體評分為7.7分 是6年來新低 至於市民對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身份認同程度 也跌至10年新低 換言之 幾項單獨評分都顯示 市民開始身份失落 我們都在講中國的獨裁的問題 還有一國兩制被破壞 所以他們就對於大陸有一種抗拒的心態 加上政府一直強調我們是中國人 但是以前英國殖民地的時候 也沒有說天天要放英國國歌 所以香港人在這方面就有排懼的心理 香港社運聯活動人士顏小姐表示 之所以會有這個民調結果 是因為很多香港人看到 中共高層妻兒都在外國 卻一直鼓吹愛國 很多港人對這種虛偽態度非常不滿 香港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劍員則相信 絕大部分香港人還自認識中國人 只是現在大家有一種疏遠心態 因為香港的發展 尤其政治方面 這些年來並不好 這跟北京的制約有關 林鄭月娥也在20號接受新華社專訪時稱 港獨在港完全沒有出路 並提出要從幼兒階段開始培養 《我是中國人》概念 以加強國民身份認證 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科目 同時透過校外活動 去加深青少年對國家的瞭解 這番言論再度引發討論 《國民身份》的一種教育 主要它並不是冠出性的 而是尊重隨身自主的思維的話 我覺得是正常的做法 可是洗腦教育它是一個方法 跟這個目標都違反 我們教育原則的一種做法 它的目標就是使得小孩 完全接受成人要求他達到的思維 並不是培養他無力的思考 全民行動 反對洗腦 7月29日 萬人大遊行 是2012年香港爆發的連串 反國民教育科運動之一 叶建源表示 這場運動已經清楚表明了 港人對洗腦教育的反感和抗拒 現在如果要推行任何洗腦教育 都不會受到港人認同 但如果要推行國民教育 應該全面的介紹中國的情況 好的和不好的都要介紹 他認為這是香港教師們 應該持守的原則 如果從娃娃抓起 我們也會跟他講 這個學校是叫你說謊啊 叫得不對啊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一代的父母 就絕對有責任去保護自己的兒女 不要被洗腦嘛 我覺得孩子不會那麼笨吧 我們是自信自由的社會 也沒有防火牆 孩子自己找到資料 自己就會明白 學校都是洗腦的 在香港這一套行不通的 不可能任何他糊弄的 香港《明報》則發表社評稱 我是中國人 無需死忌硬背 我現在也沒有用家的 我們在家的遺症